大家好 我們看一百四十一句 君子之街如水 小人之街如梨 這個街的交往 梨是甜酒 君子之間的交往 淡如清水 君子之交以文會友 他不是因為利 欲 相交的 這個 而且呢 楚世啊 君子是 不講求的 不攀遠的 道法自然 往往呢 你很親密 很想達到什麼目的 這個就會急於求成 所以 這個古人知道 這個自然界的規律啊 都是水到渠成 瓜俗地入 不能強求 好 所以 這個 這個 無求啊 所以這個會 淡如清水 那小人的交往呢 像 甜酒 好 好 因為小人呢 比較是 欲於利 他都有他想要達到的這個目的啊 利益 所以他會啊 刻意的要討好 所以就會 給你講很多好聽話咯 讓你很高興咯 他就會利用你 甚至於 彼此之間是 互相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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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利交者利盡而交 書 以釋交者釋清而交絕 以色交者花落而愛雨 以道交者 天荒而地老 哇 你看我們在朋友之間 或者在輪場 欸 你是以什麼交 哇 你看現在的人 找對象啊 第一個條件是什麼 有沒有錢 那是以利交 所以現在離婚率很高啊 從這裡看不看得出來 對啊 你從根本上看 好像也不意外 在孔子家雨當中啊 有一段話 君子於唯意之上 為了團體 為了國家的利益啊 相及也 他可能會爭鋒相對 探討 好 但是呢 他探討是為了 團體的利益 對事不對人 退而相愛 因為他感受到 對方 都是為團體好 所以跟他的角度啊 論點不同 退而相愛 欸 小人於為亂之上 相愛也 因為他們有共同的利益 可能要去 不利於一個忠臣呢 他們可能有他們的利益呢 哇 好得不得了啦 退而相悟 為什麼 今天他們兩個利益相同啊 改天呢 利益不同了 會失破臉 這我們都有經歷過這樣的事 兩個也都失破臉了 所以 你不要看 小人之交 如理 所以下面講 君子是淡以臣 他們不攀緣 但是都是道義之交 行事道了 水道渠成 所以 林哲學先生 《食物意》裡面講的 這個 食運不濟 望求無益 那個十階應援呢 還沒到 要等待了 不能強求 你比方 你太急於要看到效果 你就隨便請人來講課啊 最後你就請神容易 送神難 人為什麼 不夠冷靜 原因在哪 你會激動 你會不夠冷靜 心態一定有偏 看起來是好心 夾雜著自己 著急的性格 夾雜著好勝 要趕快呈現個什麼 讓人家看得起 或者是給誰比下去 你就會急於去做很多事情 都沒有充分考慮 你看小人 肝與壞 很親密 但卻很 很容易到時候利益衝突的 互相敗壞 互相 謾罵 我們看這個水跟水很容易融在一起 酒跟酒呢 你一倒在一起 那個味道就變了 所以古人這個比喻很有意思 你看那個小柱 水相得和而已 酒裡相得則敗 它那個兩個味道 加在一起就怪怪的 但是 淡水是很淡的 無這些 這些酸這些味道 好 也是要尋忠道 不能過 不能不急 禮記裡面提的 賢者 賢者 狹額敬之 對於賢者的人 我們狹額是你清靜他了 但是又要 有尊重 禮靜在裡面 一般人容易啊 清靜之後呢 這個尊重啊 就會下降 因為親密的就會 隨便 當然這個不只是朋友之間 甚至於是師生之間 或者是夫妻之間 都容易這樣 所以理 夫妻是最親密的咯 為什麼它相敬如冰 你們以前 聽到說 夫妻舉案其美啊 你們一開始聽到的時候 第一個感受是什麼 哈囉 你們沒有第一次聽到 我當所有的感覺 太麻煩了吧 太見外了吧 就是說古人在考慮試啊 有時候 我們見不到他的深度 跟他的長 看得遠 而忽略了這些精神 你看禮教 很多人不理解 還批評 批評得很厲害 結果 結果這個批評的人影響力又很大 就一代人都不重視理了 結果整個社會 我們就不說別的吧 男女關係混亂到 有點失控 所以理就像提拔 你覺得這個提拔酒了 沒用了 你把它拆掉了 水就泛濫 欲如水 欲望就像水 不餓 你不餓指欲望 你不 這個 治愈的話 不餓則滔天 變滔天巨浪 或者這個河流就泛濫出來 所以現在 男女沒有理了 離婚率那麼高 下一代 就受很大的影響 好 所以這個親密啊 但是也要 敬重 為而愛之 內心敬畏 為福 但是又有人 如目 愛戴 有時候我們一 一有這種敬畏 好像就會有距離感 為而愛之 敬畏 但也要懂得多 多去親敬 愛而知其惡 真而知其善 你看心都不能偏掉 所以為什麼說 世出世間法 從理善 不離心性二子 都是 教導我們用真心的 你都不能偏在一邊的 你愛這個人 你也知道他的問題在哪 好而知其惡 悟而知其美者 天下 嫌疑 你比方說 你跟這個人 緣很好 你不知道他的問題 你就護不了他 愛護不了他 你跟這個人過去生 緣不是很好 可是人家有優點 你都 否定 只是去批評 那關係就交惡了 你過去生跟他緣 不好 可是你都 看到人家的優點 物而知其美 還去肯定人家的優點 慢慢這個關係就轉了 你看老婆上講他那個同學 白正環 老婆上 會批評他 那也是過去生的緣了 可是你看他的那個同學 拿他開玩笑 他不神奇 包容啊 還什麼 還在同學面前 讚嘆老婆上 你看本來緣不好 變什麼 老婆上很佩服他 敬而還效法他 所以老婆上一直感念他這個同學 的表法 讓他知道要忍辱 讓他知道要忍辱 這個 有個歷史故事啊 趙國 要派這個趙 叫他媽媽出來 阻止 跟國軍說 你不能派我兒子去 他應該屬於 紙上談兵型 光說不戀 哇 他媽媽很可貴哦 自己的孩子哦 但我覺得這個軍王 不知道怎麼搞的 可能是他趙國的業力 趙國被坑殺幾十萬大軍 很慘 好 好 真而知其善 大家都要在境界上練哦 你遇到一個人 有人跟你很好 你要克制你那種 喜歡歡喜 你才能夠理智的 去愛護他 你跟這個一接觸就 好像不是很順暢 你要更警覺 要更謹慎自己的言行 不要交惡 怎麼去轉這個緣 隨緣消旧也不再造性癢 剛剛也跟大家分析了 不要把修行當身成 往生做佛看得太容易 都不要輕易跟人家結厄緣 不然什麼時候這個 厄緣幾夜報啊 你真的都說不準 好 大家有沒有自己感覺感覺 好 比方說你跟一個人 對立了 你的心 常常都在受他影響 不是看到他受影響 沒看到他 一想到也受影響 人要自愛啊 你心上常有東西啊 就是不自愛 你沒有在順你的性德 自愛的人 心上只放南無阿彌陀 不放其他的東西 好 我們處世啊 我們要記得要 轉煩惱為補體 心上不要放這些情緒 轉冤清為法律 這才叫修行啊 所謂若能轉悟則從如來 你要轉境界了 你不轉境界 這也只有被境界轉的分啊 嗯 一百四十三句啊 這個君子甚其所去救 就君子對朋友的取捨 要非常謹慎 啊 與君子游啊 如常日嘉義而不至之也 跟君子交往 就像白昼變長的季節 哦 就好像五六月了 哇 那個白天越來越長了 沒有察覺 德行不斷增長 而自己啊 不知不覺 好 好 與小人游 如履薄冰 每履而下 雞和而 不限乎摘 與小人交往啊 就像 踏在薄冰之上 好 每踏一下 好 變更加危險 好 集合而不陷附在這 很很難沒有陷到 災禍裡面去的 哦 所以 能源是出了問題 就糟糕了 好 好 所以君子 聖史 君子聖交 君子聖 所 聖 跟聖的人 都要謹慎 孔子呢 有一次啊 跟學生 出外 這個在孔子嘉宇 六本 這一篇章裡面 剛好看到啊 有人在抓 這個 小鳥 結果一觀察 哦 那個 這個大雀啊 都沒有被抓到 哎 那些小雀啊 抓了不少 可是也有一些 小雀啊 小雀啊 黃口小雀啊 沒有被抓到 啊 孔子你看 就主動 去問這個抓鳥的人 啊 為什麼有些 小雀被抓 有些沒被抓 啊 這個抓鳥的人說 因為那些黃口小雀 沒有被抓 是 他們都會跟著那個大雀 啊 大雀警覺性很高啊 哦 所以大雀一要飛了 他們也跟著 哦 飛走就沒有被抓了 哦 所以孔子 問完了 啊 因為這個小雀貪死而易得啊 哦 大雀警覺性很高 哦 所以孔子就告訴學生 哦 這個君子要盛其所從 跟從 啊 以長者之律啊 則有全身之皆 長者他有智慧 人生月曆多啊 他的考慮啊 我們肯聽了 我們才能全身而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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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為王之敗 啊 年輕有時候 啊 這個 見識還不足啊 啊 又自視甚高啊 出收入主義啊 這時候就出狀況 哦 那我們看 啊 這個 回頭想想啊 哎 老和尚一些提醒啊 我沒有聽啊 後面都 哦 出現問題 哦 哦 所以 這個也是我的因果 哦 我是代罪立功啊 哦 當時我老和尚 說 十年不出湯匙 哎 這個考慮很重要 為什麼 我們雖然有 弘揚文化的心啊 可是我們自己的 德行基礎 定功 智慧 都還不足啊 大家都是 成年才學的 甚至就是這幾年才學的 哇 你一下子 到處開疆僻圖 會怎麼樣 一堆 才色名利擺在你面前 頂不頂得住 不容易 所以要能什麼 獨善其身 又奸善天下 的方法是什麼 你定在一個地方 你不出去呢 這才色名利的染污少啊 哦 可是 因為現在 有科技啊 哦 你好好修啊 好好 這個團體提升啊 透過這個媒體 來供養給別人 你看 堅固啊 不然 你頂不住了 出了狀況了 多遺憾了 到時候人家看了 又沒信心了 哦 所以這個 長者之律啊 這有全身之階啊 好 哎 我們看 齊家最後一個 綱目啊 集 立身處世 哎 哎 我們今天 立身處世啊 待人接物 處理事情 哎 心中有沒有 經教 哦 你心中沒有經教 你在處理事的時候啊 與人相處的時候 就可能是隨順喜氣了 好 我們看第一個 啊 一百四十四句 我有三寶 老子說他有三種法寶 哦 慈而保之 哎 要保持 哦 而且還要永久 把它守住 哦 要守住啊 不能 啊 有死無終啊 那還是不能成就自己的道業了 啊 啊 行百里路都有半九十啊 所以這一句慈而保之還是很重要啊 啊 依約慈 仁慈 啊 當然這裡 你 祝結啊 畢竟是 要祝給太宗看的啊 啊 所以以這個 對象是 怎麼去愛明呢 啊 哦 一約慈 愛百姓若赤子 哦 二約減 你給百姓收賦稅的時候就好像是拿你自己的錢一樣 你就不會苛刻了 哦 三約不敢為天下先 哦 哎 這裡住的是 值千退 不為倡使也 啊 這個倡是 倡導發起 就是什麼 不會在那標榜 你看 這是 我的功勞 哦 你看 我超過 三皇五弟 有沒有人這麼看 有啊 青史皇 他這個名字不就是 你看人狂妄起來 他怎麼比啊 差這麼多啊 可是他自己還自我感覺良好 你看青史皇有沒有在提醒我 我們有沒有自我感覺良好 大家不要覺得 這一句 容易哦 我們也經歷不少事情啊 你比方 這一個地區 這個城市 哎 他先做了 他就著在我最先做的 我是頭 他有這個心態會怎麼樣 他會打壓人才哦 這個業就造大了 哦 你是來先做了 那後座的人不見得 發心啊 素質比我們差啊 你這個時候趕緊把他推出來 哇 你功德無量啊 功稅深退 所以你看包淑雅 推薦管仲啊 在他之上啊 所以他的後代非常好啊 史記裡面講 十幾代都是明大夫啊 基善之家必有餘慶 哦 哦 哦 所以 這個 感覺啊 啊 在這些財社名利面前能過關呢 這個意志非常重要 道義的意 所以君子意以為直 啊 論語這一句段話很有味道 他最重要的本質 意 意是什麼 應該做的 他有一個應該做的 他還會在那裡 覺得啊 都是我在頭的 他不會這樣去標榜的 哦 所以 你看老婆上教我們 淡開風氣 不為仙 不為師 你不要留一個 我是老師 我是帶頭的 你就住在裡面了 嗯 而且我們剛剛 還講到了要什麼 啊 要這個 行淺德而不有 立淺功而不明 這都應得啊 啊 一直在那標榜啊 這都揚德啊 揚善想四明啊 明亦福也 明是福報 想聖民實不否 多有其貨啊 哎呀 哎呀 這個 這些話都 我們都不能掉以輕心啊 他不會 道義的人 不會自己在那裡 一直享受的 嗯 好 這是道家的三寶啊 我們現在手上有不少寶 儒家也有三寶啊 君親師 佛家也有三寶啊 啊 注釋佛法身 啊 自性三寶 絕陣靜 嗯 哦 所以大家現在手上很多寶啊 遇到這些寶能提起來 都能啊 處理好 一百四十五句 君子有理啊 則外邪而內無怨 君子做到以理 來自身啊 那便能與一切人事物和諧共處 而內心平和 毫無怨恨 好 好 這個內啊 是指自己 自己內心 好 因為他學理啊 他懂得恭敬人 好 你看我 這個 普贤十願 第一願 禮敬諸佛 他懂得尊重 尊重什麼 尊重 人的本性 尊重人的佛性 他知道這個是真的 其他的習性是什麼 果不叫 性乃千乃 你相信一個人有佛性啊 你看到他在造惡的時候 你會怎麼樣 會很心疼啊 會很心疼啊 是吧 就打個比喻就 他是個大富翁啊 房子底下就是金礦啊 結果他現在在路上乞討 好 你會怎麼做啊 你不會趕快跑去挖他的金礦嗎 不是的這個前提我要講清楚一點 你也有金礦啊 你底下也是金礦 哈哈 所以你看 他了解這個真相 人都有佛性了 他不只不會去怨人 他會覺得怜悯人 所以內心平和 毫無怨恨 他會去敬人家的佛性 包容人家的習性 好 那 這個學禮呢 禮老啊 很慈悲 因為在 經典裡面說 道德仁義啊 非禮不成 因為這是一個 人修養的境界 師道而後得 師德而後仁 師仁而後意 師義而後禮 所謂禮者亂之死也 就是人的涵養 直到禮的標準呢 那他只要一不守禮了 是吧 你一以這個為標準呢 你有時候達不到的時候 你不守禮 亂就來了 首先家庭先亂了 父子無禮了 就亂了 所以禮是 道德的最低的標準 那 因為 沒有自己做樂啦 百姓沒有一個行為的準神啊 所以禮老 畏悲 畏感 忘憂苦啊 帶頭編了一個 常理舉要啊 那禮老說的 學了常理舉要啊 不讓人討厭 假如連連這些都不懂啊 可能你什麼時候讓人甚煩惱了 自己不知道了 那就很難跟人家和諧啊 你什麼時候得罪人都不知道了 所以君子有理才能外邪 對 大家都 學習過常理舉要啊 現在都還有在用吧 學完 越用 越熟練 變成習慣了 就變成你的了 你沒有去再溫習 再力行啊 慢慢也會忘掉 好 當然這一句假如 我們這個內 也有註解說是 外是你跟 外面的人相處 內呢 也跟家裡的人相處 也有這個解法 那你有理的話 你跟家裡人相處 才不會因為 太親近而失禮 這個 剛剛講到的 狹而淨之 我自己回想 或者自己有觀察到 其他的家庭 你看兄弟姐妹之間 好 比方 這個 弟弟妹妹或哥哥姐姐 就一直 做一個動作 在那 搗蛋 最後 實在忍不住了 就哇 這個時候罵 罵得很大聲 哈哈 哦 因為太清靜了嘛 你就沒有尊重 都常常去 去招惹 最後 忍無可忍 哈哈哈哈 這個這個 是不妥當的 哎 哦 靜了這代表語言很好 都要尊重對方 感對方的恩德 啊 不能去 亂開對方的玩笑 哎 好 哎 哈哈 哦 有的你看 好的都特別 不得了 最後 出現一件小事啊 兩個人不再說話了 為什麼 那麼俗 最後你 你 因為 不尊重他 他實在很惱怒了 就絕裂了 哦 這個我也 我回想 我的記憶都有 哇那兩個女同學 上廁所都一起去上 突然有一天不講話 為什麼 可能跟這個有關 很靜了 但是做的意思是讓對方 不過尊重對方讓對方 氣到 沒辦法忍受了 哎 好 我看你們的眼神 你們沒有看過這樣的同學 啊 你們沒有遇過這種同學情況嗎 啊 以利交啊 哦 我看是他感情很好 他突然 可能哪件事太不尊重對方了 他就不高興了 這是一種情況 當然情況很多種 還有一種是什麼 太親密了 那個控制欲很強 就這樣的事你都不告訴我 還告訴別人 呵 哇 這個就是 你太親密之後 產生一種控制欲了 然後就 就很不愉快 好 來我們看一百四十六句 啊 子曰 君子安其身而厚動 亦其心而厚語 定其交而厚求 君子羞恥三者 顧全也 這個全能跟人家 和睦相處 無所偏失 無所偏失 那 哎 你看這些句子都很 很有道理 啊 大家都要 比較 人精一世 長一世了 好 比方說今天 家人啊 同學 朋友之間 有鬧不愉快的 可能 跟這些句子有關 你看 安其身而厚動 一切言動 都要安詳 十叉九錯 九指味 慌張 你一慌張了 就 容易 做錯了 甚至 什麽東西摔破了都有 好 包含你去處理室 你心都不安定 你能處理好嗎 啊 生 有所奮志 不得其身 你今天有 有脾氣了 要不要去處理室啊 趕快先念五分鐘佛吧 安其身啊 好 你有所恐懼 不得其身 你要先把這個恐懼要 調伏下來 不然你做不好的 你要上台 喜獎啊 哇 心臟砰砰砰砰 這個時候叫 一心觀禮 盡虚空 辨法皆 常駐三寶 十方互怕 伏善 金剛犯天龍神 聖賢等重 我看你們的眼睛可能最近沒有做 三十二拜 這叫四十秒 當我念著這個經文 你們的眼神沒有放光 代表對他有點陌生 呵呵 喔 我每次要上台講課緊張了 我就趕緊 觀想 進虚空辨法界 常駐三寶加持 就比較安定了 這力量很強的 你一念是騙虛空法界 有所耗耀不得其震 你今天要去處理事了 你要把這個 耗耀行為也要挑一挑 那個愛真都會讓你處理事會有變 你就會偏袒 其實你看 我們上一輩的處理事都是什麼 比方自己的孩子跟人家衝突 怎麼樣 先批評自己的小孩 人家心就平了 你不能都是那種溺愛去處理事情 人家一定不平 有所憂患不得其震 是吧 你今天要去處理事 你一定要把那個患德患事要挑 挑下來 不能你處理不好 君子安其身而後動 你要去處理事情 不能基於運氣 不能牽於感情 不能計較人我 瞻顾得失 要擴然而大功 去處理 意其心而後語 這個意其心呢 叫換位思考 你要給人家建議 要置身於利害之中 人家一聽 哎呀你真的很替我照相 你不從別人的角度去思考 都從你自己就會很主觀 或者很容易誤會人 沒有體恤人 你講出來人家也不容易接受 好 所以這個 設身處地啊 你看都在這裡面練 嗯 比方說我們給人家建議 我也聽過 比方這些修行的人 我開出來的建議就是 人家現在家庭 工作那麼忙 你開那個他根本就很難做到 這個都沒有 換位思考 定其交而後求 這個是先以誠性待人 建立性欲了 然後啊再提出要求 當然這個要求也都是要 為大眾的利益 是吧 或者是啊 為 雙贏 彼此的利益 呵呵 你假如說只是為自己的利益 那你當初那個交往啊也是什麼 有所圖的 不是真心跟人家相處的 好 哪怕你是為了公家的事啊 你也不能忽略了 這種 人與人的交情 這也是常理局教的嘛 交錢 不可延伸 絕交不出惡言 這個都是理由 因為怕什麼 反正我做的這個事都是為眾生的 你就沒有去考慮到 交情的前身 你這樣講話 對方會覺得有點唐突 比方我們也遇過 哎 見過一次面 提出來 也是公家的事啊 眾生的事啊 哎 你可不可以幫我 找一找啊 哎 有沒有人扶持一千萬 哈哈 哎 我就有點 愣住了 哦 就是說 這個也是大眾的事啊 眾生的事啊 可是問題 才見過一次面 你這麼一提出來啊 有時候對方不知道怎麼應你的 哦 所以這一句 定期交俄後久 還是很有道理的 哦 這些都是人情勢力 大家要懂 啊 你其實是沒有私心的 但是你這些分寸都沒有啊 人家 就 會有一種擔憂在 這樣就會影響你跟他的 一個交往 好 一百四十七句 老子曰 抱怨 以德 哦 哦 這個在 《群書之要》呢 裡面呢 有一個故事呢 也蠻 呼應啊 這一句話的 哦 這也是真實的 歷史故事啊 啊 這兩國大夫啊 宋舊 啊 他是限定 而且呢 他那個縣呢 剛好跟楚國相交 哦 哦 結果呢 這個兩國啊 啊 啊 這個鞭庭呢 啊 這個鞭庭應該是 呃 一個一個官詞吧 哦 就帶領大家呢 種瓜 哦 結果呢 這個兩國的 人啊 他他很勤奮 灌溉 哦 所以這瓜長得很好啊 啊 楚國的呢 就是比較懶惰啊 沒怎麼灌溉啊 瓜長得很不理想 哦 結果楚國的 啊 官員呢 就批評了 你們的瓜呢 怎麼長得這麼差呢 啊 結果呢 楚國這些 楚國的這個 編庭啊 就看人家瓜長得很好啊 不高興了 呵 然後啊 就半夜啊 去繳人家的瓜呢 把人家弄死了 啊 啊 哦 哦 哦 結果呢 這個宋舊啊 他是限定啊 看到這個情況啊 他沒有去報復 哦 他讓他們的人呢 半夜去幫人家楚國澆水 呵 哦 哎 結果呢 楚國的瓜也長得不錯啊 哦 然後這 楚國的 這 這邊界的官員呢 就覺得很奇怪了 去了解 去調查 哇 原來 是人家楚國 過來 人家梁國過來幫我們澆了 澆水了 哦 哦 楚王聽了之後啊 哦 這個 對於啊 這個 這個 這個梁國的人啊 啊 他們呢 哎 都是 很 很 這個 不計較 嗯 就感到啊 很 佩服啊 而且啊 還 贈送重金啊 表示感謝 哦 而且還請求啊 跟 梁國啊 啊 交好 哦 所以這個 這個 這個 梁國跟楚國啊 兩國的友好往來啊 哎 就從哪裡開始呢 從這個送舊 他指導 啊 梁國人呢 是 沒有去報復 報復 反而啊 是去幫助對方 哦 哦 所以 啊 這個 群術之藥是 收錄在這個 甲子之藥裡面的 說到了 轉敗而為公 應禍而為輔 哎呦 這是學群術之藥的 目標 你學了之後啊 你處理事點 可以轉敗而為公 應禍而為輔 其實用佛家講啊 你都是用真心 不跟人對立了 事情就轉變了 因為你處理的事是一報嘛 隨著正報轉 而且他這麼一轉啊 居然還讓兩國交好 哇 你看 那從另外的發展呢 假如宋舊 派人 也去繳了 楚國的瓜 有沒有可能 因為瓜 產生兩國戰爭呢 有可能 這個 從小為己啊 是吧 成大轉聚了 它會發展的 哦 所以 老子曰 抱怨以德 不記恨仇恨 反而以恩德去回報 傷害我們的人 此之未也 所以這一個歷史故事啊 就證明了 轉敗為公 應禍而為輔 抱怨以德 好 當然 這個 抱怨以德是很有修養 所以佛門有說 慈悲為本 方便為門 但是 但是你假如用的呢 過了 會變 慈悲 多禍害 方便 出下流 所以你還是要看情況 哦 比方說 你很寬厚 對方不只沒有感動啊 他還要吃定你了 那你能不能繼續寬厚啊 那這樣對你對他都沒有好處 哦 所以格言別錄裡面講寬厚者勿使人有所事 精明者不使人無所容 哦 你做事很精明是好 可是你 精明啊 那種態勢呢 人家跟你一起工作壓力都特別大 這都過了 過猶不及啊 練中道 中庸之道 其實也練中庸之道就是練真心啊 好 一百四十八句 哦 這個應該大家熟悉了 中庸的話 凡事欲則利 不欲則废 都要先呢 有準備 才能充容啊 去應對 言前定 則不假 說話前呢 先有準備 不會 就不會 詞窮 禮區啊 站不住腳 比方說你是要去談論哪些事 也當然也要理一理思绪 當然思绪啊 理一理你心裡比較兇有沉足 但更重要的是你的心態 你不是要 這個要去 說服的那種態勢出來 更不要是得理不劳人的那种态度 都是心平气和 跟人沟通 建立共识 当然你不要准备完之后 就执着在你准备的 因为有时候一交谈起来 会不会跟你曾经设想的都一样 你还是有准备 但是要顺着看 你看延伸到我们讲课 讲课要不要准备 要 可是你真正上台讲了 你也不是好像背台词一样 在讲课 可能也要看你讲的时候 听的人他的眼神的接受度 假如他们那个眼神 就是觉得很感兴趣 你就可以多发挥一点 好 事前定 则不困 做事前有准备 就不会发生困难 好 这个汉学院办活动 都会事先去踩点 设想一些情况 就比较能够应对 行前定 则不就 行事前 这计划先有定夺 就不会发生错误 后悔 道前定 则不穷 做人的道理 心中有准神 你心里有经教佛法 能应急去用 就不至于 行不通 大家有没有在进退的时候 不知道 该进该退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你就要赶快想 有哪一些经教是相应的 比方说你现在在犹豫 要不要答应 那比方陈德在考虑音源 就会常常想到 语言是 条件 条件具不具足 比方说以自身来讲 我要度得量力 我不能打肿脸充胖子 那不只是我的因缘 所有的 比方说外在行事 成不成熟 能不能做 这叫审视 还有你要做这个事 关键的人到位没有 审视责任 一件事能不能成 一定是人去做 没人你做不了 你不能答应 有人适不适合 你要判断 不然这个事是好事 结果你用错人 这个事就晃了 哇 那就假如是重大的事 你要用错人 这个就太遗憾了 好 所以我们在处理事的时候 心里有佛法 就像刚刚我们讨论到的 你要处理事了 处事时 扩然而大功 勿来而顺应 你就想到下老这一段话 你就知道 我的心态 不能得失 不能 不能 这个 计较 忍我 不要脑子里还浮现那些谁对谁错 放下 不要瞻顾得失 不要基于感情 好吧 不要 不要基于意气 不要迁于感情 好 当你一下子还想不到哪个经句的时候 你就 阿弥陀佛 是吧 你就会定下来 念佛 其实自心线 深深唤醒自己 因为你念佛 专注在佛号 这是自己 真心的德号 就会把我们 这些 繁杂的思绪 情绪 先定下来 谋定而后动 这个时候不要轻易讲话 也不要轻易下决策 你甚至于可以 抱歉 让我考虑一下 假如对方连考虑都不让你考虑 那这样的人不好配合 再好的事 人不对的 不要强求 道我不同 不相为谋 尤其是做人做事 完全 理念不懂 这个要配合 太难了 好 一百四十九 孔子曰 君子有九师 四师名 听师冲 四师温 茂师公 言师中 四师净 疑师问 愤师难 见得 识意 这个 君子九师啊 他是有次第的 在 论语讲 要 祭祀第十六 这个大家学论语啊 六百九十四页 成的建议啊 大家学论语啊 还是跟着力了 历代 诸如你的太多了 那诸解 上百种啊 可是你今天要学 深入一部经啊 要学一家之言 你掌握了 这个过来人 思想的体系 你看每一句 看三五个人的注解 你会看乱掉的 所以 以一个注解为主 然后呢 假如 这个注解 你在这一句经文 还是看不懂 你可以参考其他 这个时候可以参考 大部分呢 还是以 你最信任的 这个人的注解 而且理老啊 他下很大的功夫 所以 他是能判断的 这个注解 合不合情理 他都能判断 你 跟着他老人家 学论语 这些能力 你不知不觉 慢慢积累起来 你从他的 教导里面 就慢慢 会 学到 好 所以九思是有一定的程序 不能颠倒 比方 这个动作的次第 首先 你面对人 这个叫对境 面对人 面对事的是吧 对境 你首先是什么 看 听 是失明 听是冲 这么说 你面对境界 也要清楚 看得清楚 听得清楚 你看 李老举的例子 孔子在畏国 他急庆 就有人知道孔子的心 你看那个听的人 厉不厉害 这个可能 比方说 王老师教古琴 他教的时间也蛮长的 比方说他听到 他在学习的人 谈的音声 他可能知道 他现在的状态 他可以给他知道 好 那当然 这个都要慢慢去锻炼的 一听 可以听到人家的心 心声是什么 言外之意是什么 是吧 有些人性格比较含蓄 他可能不好直接讲 可是他 他可能都在提醒了 你不能愣愣的 那一天有一个同修讲 他先生 费了很大的劲 种了 种了菜 种了 还收成了一个瓜 结果他先生性情比较含蓄 就给他讲了好几天 就提那个瓜 后来他 他好像有点 有点灵感了 然后 他那一天就拿了那个瓜切一切 包饺子 给他闲身吃 他现在很高兴 他会一直提 不可能是没有意识吧 是吧 他不好意思直接提 所以这个夫妻之业要有默契的 听诗聪 是吧 你不能让另一半说 哎呀 好久没有回去看我爸爸妈妈 提好几次 最后拍桌子 听诗聪 要知道人家的心意 这是对镜 摄氏温 摄氏你的颜色了 是你表态了 你在对应的 对应这个境界的 貌氏公 你的举止都很 恭敬 你表态之后呢 进一步的动作出动了 有言语了 所以言 言是终 你去处理事的 事是境 最后呢 你在说话做事当中 你还要防飞 后面三句 叫疑思问 是吧 你在处理事的 你有不明白的地方 要问清楚 你不要想当难尔 最后一做 跟人家本来要的意思差很多 你就白做 有时候不止白做 你把人家那些材料都用下去了 结果不是人家要的 你还得买还人家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疑思问 愤思难 你在处理事的时候 要控制情绪 不然到时候 你克制不了情绪 人和都被你给狡猾 还有见得失意 你在处理事当中 要拿捏好分寸 不该拿不能拿 到最后会坏事情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 白话讲了 君子有九方面 其实是在对境的时候 要深思熟力 宽看 要思虑是否看得明白 大家觉得 自己看人 看事 明不明白 不明白的原因 你要走出来 你才能改善 不能都是稀里糊涂的 古人说 功生明 你要有功心 你才看得清楚 你有偏思 你看不清楚 成生明 你要真成 不要戴有色眼镜 不要戴成见 从容生明 人常常心是不安定的 你看事 不容易看得清楚 因为 功了 就不会被私心所影响 沉了 就不会被虚伪应付所影响 或者沉见所影响 从容了 你就不会 因为人一挤 就有点 稀里糊涂的 大家有没有发觉 一挤起来 就会出状况 所以我们都要总结 我为什么会看不清楚 问题出在这 你就经一事长一致了 我们现在不善用心都变 经一事长一怕 经一过事了 更不敢 别找我了 别找我了 这不对的 对事都要越错越有 不能经历事之后怕事了 听是冲 听受了 要思虑是否听得清楚 这个都要 比方说你没听清楚了 这个excuse me 可以再问一下 脸色要思虑必须 表现温和 容貌态度 要思虑要 千功有礼 发言要思虑 必须诚实不期 做事要思虑 必须认真严谨 有疑问 请教提问 愤怒时 要思虑会有后患 忍得一时之趣 免得百日之忧 不然你那脾气出去 说不回来 见得 看见可得的 财物名位 要思虑是否何于道义 好 一百五十句 孔子曰 君子有三戒 这个戒也有预防法 这个礼记学记讲 静于未发 之未欲 虽然是教学 但是呢 教所以治人 但是 首先我们自己要学好 学所以自己 我们自己这个 互念自己 互念得好 你才能 去互念别人 所以是用自己的明明德 去清明嘛 我们现在自己的习气 都没有 静于未发 都很严重了 你怎么去帮助别人 静于未发 不大可能 所以孔子对人 信呢 看得很清楚 这些教诲都很重要 有三件应该警惕戒备的事 少子死 少年死 血气未定 尚未稳定 定力不够 应该警戒 不要把精力 放纵在色域上 现在很多青少年 年轻人 现在这里的 不在少数 这个王大夫呢 有针对这个 有一段 分享 今天再发给大家 听一下 这一关不重视 人就在狱里面 他不可能 有 有 这个高原的志向 也不可能 有博大的胸怀 极其壮也 血气方刚 壮年 血气旺盛 应该警戒 接着在斗 不要增强斗胜 而应以此饱满的 体力精神 用于正当的事业 或者用于 承担家庭 社会的责任 敦伦敬奋 这个真的 人到壮年 很容易 好胜 嫉妒 要跟人家比个 较量个高下 这个都 都是这种 习性做主 人能够啊 多学别人的长处 补足自己的短 这个是中年人 很难得的修养 好 也比较少看到中年人 都是 欣赏别人 学习别人的长处 都有那种 要比个高下的那种 喜气会现前 同性之间呢 也比较容易 攀比 集其老也 血气既衰 接着再得 老年了 血气衰退了 应该警戒 不要贪得无厌 人老了 应该要 清心寡欲 办 这一生最大的 死生是大的事了 但是假如这个 贪不放下 那可能会 跟人家比地位 钱财 甚至于拿儿子去比 拿孙子去比 那个真的是 苦不堪言 而且他这么一干 家里的人压力也很大 好 一百五十一句 金欲满堂 莫知能守 这里注解说 事欲伤神 财多累生 所以物质的东西 够用就好了 你越来越多 就变累赘了 家累 家财万贯 日食三餐 广下千间 你房子买了一千间 晚上睡几间 我非得多睡几间 让人家知道我房子多 保证他神经衰弱 睡不好 广下千间 夜眠六指 所以看破放下 看破什么 万般将不去 唯有夜睡生 你这些物质那么多干什么 每一次我们要换宿舍 就可以体会到 财多累生 物品多累赘 这个时候就会蛮 羡慕 佩服 伟臣 他没啥东西 讲到这里就惭愧了 出家人应该是 三衣一拨 财产就三件衣服 然后一个拨 哇 你看 一拨千家饭 万里有 哪里有缘 哪里红法 很自在了 他没有这些累赘了 我们虽然是在家 但是也要知道 这一生什么拿得走 什么带不走 很清楚 就有取舍了 富贵而交 还字宜旧 富贵时 生活 交种奢侈 会给自己 会给自己种下 后根 奢侈啊 你吃得很好 你看现在文明病 那么多 你吃得太奢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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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的福报都折掉了 一骄傲会得罪人 最后会赶来灾祸 这个说院制药里面 有一个故事 为公子谋 他要往东行 这个阳侯就来送他 当然阳侯也挺敬佩他的道德学问 先生就要走了 是不是有什么好的话呢 可以送给我 这个魏公子谋说 官 当官嘛 官不以士旗 而士自治 这个官 当官没有去跟 势力约定 势力自然就来了 因为你有官位了嘛 你慢慢你有权势 势不以富旗 而富自治 富不以贵旗 而贵自治 贵不以骄傲 贵不以骄旗 而骄自治 人一富贵起来 就会骄慢 骄不以罪旗 而罪自治 罪不以罪 罪不以罪旗 而死自治 所以你看十从 他不是富贵到很高吗 他没有得罪人 一得罪人 人家就想着什么时候 找他算账 所以格言里面提到了 衰后罪孽 都是圣死做的 你有权有势的时候 埋下这些祸根 老来疾病 都是壮年糟的 现在大家都很年轻 要注意 不要埋下 中晚年的病根 借甲修真 这个身体 也是很重要 所以功臣名税 身退 天之道 功臣名就之后 懂得不居功 贪位 适时退下 这个才符合 大自然的运行法则 天之道 大自然的 越满 则亏了 物极必反了 所以懂得退 当然我们前面也有 持满之道 就是谦虚 要看老一样 一生做出那么多贡献 这个赞叹一来 老和尚都是怎样 让功于众 或者都是感谢 父母老师的恩德 那个退 这都是自敬退 不居功的 好 这个 还有几句 时间差不多了 礼拜四礼拜五是大家喜讲 这个 准备的还好 时间够吧 够了 好 好 那我 陈德就要洗耳恭听 大家准备的主题 诸供养中 法供养为罪 今天讲的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思考到什么问题 诗语没有问题 挺难得 感觉时间也差不多 好 没关系 没关系 你误误看 我只不能短讲 我就 之后再给你 回应 请教师傅 就是一个是刚刚师傅有讲到说 要提醒家人判断邪教 对 然后 就想到说作为儿女可能 这个深度不知道怎么样去说 因为可能长辈也不会愿意去承认自己所学的事 就是说万一 就是说万一不会觉得那个是邪教 然后 然后 就是想请教一下师傅 就是有没有什么书籍或者讲座可以一起学习 然后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可能会长辈会比较好接受 认识佛教 他就显正破邪 而且你在铺垫这个音源 又很顺势很自然 不要让长辈感觉好像你有那种我对你错的那种态势压到他 对方可能就不舒服 都要有善巧方便 很好 然后 第二个问题就是刚刚说 就是好像讲到哪里的时候 就思雨是想到 这时候我们做事情 容易会有那种 明文立养在里面 然后的话呢 但是就是学了金刚经以后就说到无助生心了 对 就是我们还是要去做 然后呢自己就感觉是说免不了还是会有一些奇心动念 那么是不是就是在有这些念头的时候再去练习放下不执着 然后就可以逐渐把这些念头淡化 对 很好 不可能我们一下子 我们毕竟轮回了那么长的时间 难免 阿列耶士里面也会有这些明文立养的种子 可是我们修行的警觉性高了 一看到了 会提醒自己 放下这些 对 而且这些一起来的心就不自在 然后刚刚有讲到就是说 师傅有讲到说我们就是如果说孩子 孩子与孩子之间遇到冲突 然后要先批评自己的小孩 就是思雨就想到说这个批评会不会就是让孩子会感觉到自己没有被理解 就是是不是就是如果说作为老师或者作为家长的话可以先了解情况 就是然后跟孩子一起去找到自身的一个问题 然后再去跟对方去沟通 这样子会不会就是就是不会让孩子感觉就是有一种被 对 这样子 很好 这个我们处理是一定要关照到每个人 是吧 你随缘妙用 妙在哪 妙在他受用 你不能处理到最后有一个人很痛苦的 其他人高兴也不行 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重点在 在人情上 因为跟人家起冲突啊 假如说我们去先去批评对方啊 对方心里就不服了 觉得你偏袒 先批评自己的孩子呢 对方啊 心就比较平下来 但是也要看是什么情况 你是在现场 当然是要这样处理的 你是事后知道的 那当然可以去先跟自己的孩子了解清楚 也表达对他的一种体谅 但是也分析 借这个事分析分析给他听 怎样这些人际处理啊 才会比较圆满 是吧 那这个再进一步再去跟对方 这也是可以的 但是就是要你要看 情境了 我刚刚那个比较是 你刚好 见到了这个情况了 是吧 那你当然是要先有一个 一个回应 那你可以回到家再安抚孩子嘛 对 还有一个问题就想确认一下 就是感觉自己性格也是确实很着急 然后刚刚师父有讲到就是说 如何在着急的时候冷静去考虑 就是师父有讲到说念佛 是不是就是感觉 因为自己感觉就是说 在着急的时候念佛也很着急 就是念佛的时候啊 一定要听清楚念清楚 就你的注意力都在佛号上啊 因为着急呢 它是假的 你只要正念起来了 这个邪念 这个不算邪念 就是这个 这个着急的念了 就会下去 他是忘心嘛 他不是真的 真的不会变 但是你要有正念起来 哎 你假如月念还是着急是你那个 那个 着急的一种 一种 气息啊 你还是被他牵过去了 这个时候你要定下心来 自据分明 哎 或者这个时候你可以用相应的精据去提醒自己 看哪个力量大 你可以用佛号也可以以礼则情 以礼智 调佛 哎呀 现在急 对事一点帮助都没有 这也是在调自己的心 对 好 好 好 而且这个着急啊 要养兵千日用在一时 平常就要练缓 你就不容易急 这都有一个过程 你看缓接连 这也是在练缓 一个人的涵养全得以缓制 你看不从容 宽转弯勿处的 凡道志重且疏 哎 这都是在你的一眼一省当中 心要安定 你看这些句子里面都在提醒 好 谢谢 阿弥陀佛